重复着无数次要说起以前的那些故事 重复着无数次要试图回忆起那些细节 说那时的遗憾和无奈 但那个时候没有和今天一样的午后吗 没有和今天一样的阳光吗 我会做出比当时更好的决定吗 我会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很差劲吗 我会想念那个时候的每一个自己经历的场景吗 我还会对着那个新朋友说一样的第一句话吗 回想是让人痛苦的 因为你会给自己曾经增加很多如果 但是 你心里也会明白 只是自己 在为自己造成一场美丽的白日梦 那我们是这场美丽的破坏者吗 是不遵循法则的扰万者吗 那我们可以做这场美丽的自由照顾 可以成为这场梦编织的那一部分 我们是三个 可以梦编织的那一部分 可以得到 很多人用过很复杂的语言 来形容过主角为我们的故事 很多人用过很悲观的想法来构建过不同的结局 很多人用过很悲观的想法 很多人把命运圈牢在每一个人的每一面 很多人把自己也写进了故事里的一个篇章里 感谢观看 复杂多样的青春 谁可以最容易去给他一个定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条路冰上了千百个自己的脚印 哪里还有心就能回到头 我们这群人 我们这一群 这一群从儿童变成青年的人 从打架到打架 从大哭到下一场大哭 从空白走向了一些复杂 从无所谓 到了无所谓 不顾一切吧 语言的包裹 思维的捆绑 文明的刻板印象 不顾一切吧 既定的成长 千篇余虑的完美 幸运的称赞 有难熬的漫漫 不顾一切的 去做你认为热血的 青春的 一生仅一次的每一件事 去创造 每一个瞬间 就像经历一场大雨 你总能拥有一个 每一个畅快 又难忘的记忆随便 让我们 不顾一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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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